好 紧接着我们要上第二课 在开课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陈世忠明显的违反防疫规定 那么请问谁敢罚他 谁该罚他 大家留言讨论好不好 第二章呢 我们讨论的很重要 就是说呢 哎呦这是中共的假新闻又来了 为什么民进党就只有这么一招啊 你看看我们的网友多有创意 我们的民进党太没创意了 尹君子吴赵作乐 美魔女奇迪 阿忠是谁呢 是中共同桌人 同路人 同路人不知道是不是 但同桌人肯定是 现在这个绿影呢 哦 手脚好快 但是看了以后真的是蛮失望的 因为还是那一招嘛 你可不可以来点新的 蔡宇马上就说是什么 要求国安局严正注意 是否中共借由假消息打击陈世忠 耿途马上出来哦 中国假消息再次乱台 影片的微博 10号的晚上6点出现 YT脸书最早是 晚上7点出现 你看看 微博比YT早一个小时 就证明哦 是来自 中国大陆 我跟你说啦 你消息实在是太落后了 我们那晚报 昨天下午4 5点就接到了 然后郭正亮说什么 郭正亮绿营更早接到 绿营是早上就接到了 你知道吗 媒体通常是下午才接到 绿营早上就接到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稍后来讨论 郭正亮说 昨天的早上 LINE就到处疯传 听说要追源头 有朋友说在桃园 是不是跟这个陈思忠 可能被征召为 这个桃园市长的民进党参选 这个我们下题再谈 我们先来谈 所谓的中共同桌人 网友说呢很奇怪 你这个 这个苏文昌也说 这个假新闻是来自大陆 他的论述就是这样嘛 从时间比对 所以说是来自大陆 那来自大陆 网友智商都不止70了 他说昨天下午5点钟呢 朋友就已经收到 昨天真的传得超夸张 不只是我的媒体群组 包括我的长辈群组 我的小学国中群组 全部都在传 我连国外的朋友都传给我 对不对 泰国美国都传给我 真的 所以大家差不多的时间 大概新闻媒体 大概是下午3点以后 那绿营大概是早上就收到 那这个阿公阿嬷群组 大概是晚上 这个时间点是稍微有点落差的 但是你看看 网友比对 网友也是下午5点就收到了 有没有 都传到了 所以你硬要讲说 微博6点出现 那我告诉你 我们的消息都还比微博早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又分成两个 第一个 他说这个讯息是来自中国大陆 就很好笑啊 这个影片 发生地点在哪里 陈时中是在北京喝的酒吗 是在上海喝的酒吗 就在台湾嘛 谁拍的 就是他们自己都讲 那个教授都讲了 就是参加的一个台湾的 一个女性有人拍的嘛 所以第二个假消息 假新闻到底哪里假 那里面那个人不是陈时中吗 他自己都承认了不是吗 所以这个 干哥你先谈一下好了 你怎么看待这个 所谓的假新闻乱台这个讯息 假在哪里 好 如果说你说这个新闻是假的的话 那请问派人是 就回到我刚刚所讲的 派人是谁 如果真的照你这样子讲 是大陆派了人在潜伏 在我们这边 那就是最大的共谍案了 为什么 因为可以潜伏到 卫福部长会跑来喝酒的场合 所以他是不是一个很大支的共谍 你今天绝对不可能说 是一个普通的范局妹 或是来参加饮宴的女子 为什么 从种种的迹象我们来研判 以前我们常常社会 就是社会新闻我们在办案的时候 那种绑架案 我们就风潮式锁定 越锁越小 袋子越收越紧 那像这个呢 不是从桃园开始 如果郭正亮讲得对 就是越散越大 越散越多 散播到从台湾头桃园 散播到台湾尾 只要20分钟 我至少有20个群组接到这个 是不是 你昨天几天你接到的 我大概大约也是在晚上5点半以后 5点半以后 5点半以后 我们大概是在4 5点左右 前秋天你也是5点嘛 对啊 所以都比微波要来得早嘛 对不对 这红楼梦说呢 假作真实真一假 其实那个影片呢 就让大家觉得真的很真 那才是真实的陈时中 跟平常看到的他是完全不一样 你看网友怎么说 抓到了中共同桌人 为什么 这位女子我们稍后讲一下 国安单位动起来啊 你这样还能够抗中保台吗 完了塔律班要切割了 时中是不是被渗透了 测意赶快抗时中 阿中部长你用歌声响匪吗 然后就来看看 刚刚浅秋讲的这位女子 稍后浅秋讲一下 你跟这个小珍 你们也拍照过吗 对 她当时在影片中 就是在郭台祥身边这位 他是蓝台七联会的会长 非常的活跃 是111的前执行长 也曾经是前财经频道主持人 歌唱得很好 还发过专辑了 那么现在呢 很能混 现在当上了大陆公务员 他挂名平潭的招商局副局长 还加入了平潭区的副联会的兼职副主席 在福建呢 花了很长的时间 党政关系呢 很好 2019年1月有没有 高雄往大陆平潭 这个货运通行的时候呢 当时韩国瑜主推 把农产品送到大陆 陈小珍呢 也出现在高雄港的起航 刚刚就是那张照片 那当时他有什么 特别的一些表现 或者说特殊的一些言行吗 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真的没什么印象 所以我知道今天才发现 但仔细回想起来 想到 对那我跟他电话联络过 因为当时要确认 相关的流程跟行程的时候 他扮演重要的角色 谁站哪里谁站哪里 他就要站在市长旁边嘛 他要那个拍照的位置嘛 是哦 对然后大家怎么站 希望大家怎么拍照的流程 他有 这主要在 包括把我们办公室去联络 沟通这个流程的时候 他也有到现场过 我才慢慢的回想起来 因为当时实在是太多记者会 那回想起来的印象中就是 哦那他就是一个 感觉长袖善舞 然后他一直保证说 他可以跟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 非常畅通 他当然因为他身兼这个平坛的 这个官员的身份跟角色 可是我一直想到 一直想到 大家刚刚讲共谍共谍的时候 什么史上最大的共谍 我一直想到今天被 不起诉的六个人叫做向心 当时民进党每次讲共谍的事情 事情就很大条啊 那时候共谍不是说 这个是台湾侵入连台北101 我们的地标都被入侵了 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 是啊 是不是然后过了一年多以后 不起诉 所以这个时候又来讲共谍是为什么 其实这次讲这个对岸的消息 真的都只是为了要假新闻 想要抓啦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杜绝网路上 相关的这个传闻啊 然后因为刚刚你们讲到这个王浩宇 我又忍不住好想分享一下 我今天看到连送上一个贴文 这个贴文是高雄的一个朋友 今天传给我的 他到高雄街头去站举牌 然后就是要跟大家见面拜票嘛 希望拉票 结果我朋友的形容词是 上班路口遇见桃源废弃物 然后路过民众反应冷淡 那所以他才必须要在脸书上留言 留言然后来增一点薄一点曝光度 那这边民党内斗呢 我今天还第一个想到谁 叫林昌左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不是突然有个消息说 这个罢免案的初审没有过关吗 然后在媒体访问的时候 不是在讲自己说 他问他说那有人建议你选 台北市长你觉得怎么样 嗯 也不排除有这样的考量 所以这个内斗 而且影音专业有没有关联 这个到底是谁 政治上的东西 我们待会第三个再来谈 我先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陈时中的极乐影片说是 陆云说是中共的假讯息 你相信吗 我相信的话请你加一好不好 鬼才信 请你减一 到底我相信还是鬼才信呢 所以赖老师你怎么看 苏仁昌说这样的假新闻 可能是来自大陆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个假新闻 苏仁昌在散播假新闻 蔡逸宇在散播假新闻 整个民进党在散播假新闻 第一个是来自大陆可能吗 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六中全会 而且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什么拜祉峰会等等之类的 忙得不可开交 讲得直白一点 这个陈部长你不要介意 你哪跟冲啊 对不对 那说实在 中共如果要打击台湾领导人的信心的话 小英啊 苏仁昌啊 为什么会算到你陈时中头上 你陈时中是怎样 你要选总统吗 所以无论怎么算 也算不到陈时中的头上 更何况这个节骨眼 请问大陆到底有什么理由 要打击陈时中 而且隔这么久 隔到去年的影片到现在放出来 所以从时间上比对也不对 而且别忘了一次是丢出五支影片 稍后我们刚播出一支嘛 我们还有其他四支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播出来 所以为什么身为一位行政院长 这么快的定调来自大陆 而且是假新闻 假在哪里 来自大陆的证据是什么 这个证据不是我们 是网友都已经打脸 这叫做假证据 这个证据根本不足以服人 另外假在哪里 影片中的不是陈时中吗 不是郭台强吗 不是这位陈小珍吗 他们没有吃饭吗 陈时中没有脱口罩吗 到底假在哪里 一切都是真的 那唯一假的就是 苏贞昌所说的话是假的 所以苏贞昌本身应该要 NCC要查一下 这个苏贞昌在制造假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陈时中影片里面 确实是陈时中 因为不是用这个人工智能 把这个脸换上去的 因为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不是人工智能放上去的 所以他确实就是陈时中 那第一个 第二个陈时中 违反了防疫规定 他自己定的防疫规定 陈时中违反了我们的 严害防治法的一个规定 那么自己本身违反了所有的规定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民间党一定要把它转向到 说是中国大陆的阴谋 但是今天刘教授 高雄的刘教授 他接受访问 或者是他自己撲出文章 他说陈时中是他邀请的 是他临时邀请的 所以刘教授如果按照绿营的指控来讲的话 那刘教授就是设局的人 他设局 他设这个局 所以难怪他这么积极表态 所以他设这个局 把这个陈时中找来 然后因为他已经安排了 这个福建的一个平潭的所谓的 我们还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 是这个招商局的副局长 我们不晓得了 这个还要证实 那他是平潭的招商局的副局长 所以刘教授知道他是大陆的 然后要把大陆的跟这个陈时中 要把它牵在一起 因此呢 这个刘教授就打电话起陈时中来 陈时中也不宜有他 想说这是我社会的好朋友 所以我就来了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 你这绿营的指控 等于是直接指控刘教授 但是刘教授他现在的焦点 就是是不是传播妹跟陪侍 他没有讲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是略而不及的 那他比较在乎的是 这个怎么可能是花钱请来的呢 对不对 这个不会是由女陪侍 所以我觉得当绿营的指控 说这是中共设局的话 那他等于是指控了刘教授设的局 我觉得刘教授应该要提出告诉 也就是说应该要去告 这个指控说 这个是中共设的局 因为他等于是间接的 或者是直接的去影射 是刘教授嘛 因为刘教授他很明白的说 他是突然间起意的 是他邀请的 是他突然间邀请的 他突然间邀请陈时中 也就突然间答应了 对的 陈时中真的很好揪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我觉得刘教授必须要澄清 而且应该要透过司法的力量 来澄清 因为法制主不是摆在那边吗 陈时中不是说 法制主就在那里吗 所以你看陈时中 现在是被大家认证的 中共同桌人 对不对 就是中共同桌人 没有错 这个想法一天问题都没有 那苏丹昌为什么要讲这些假新闻呢 就是苏丹昌为什么自己要讲一个假新闻呢 我觉得苏丹昌很有可能是在救陈时中 救还是害 我觉得是在救陈时中 因为他们想赶快地把他导引到大陆那边去 反正现在的民进党的特点就是 但是这智商太低了吧 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智商啊 你认为你还要求他们什么样的智商 最简单的时间比对 好歹你这个时间写早一点嘛 对不对 你如果硬要扯 你就写说微博是10号的 半夜两点发布好了 对不对 要不然你真的要扯就这样扯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写六点 那问题是我们就四点多就收到了 对不对 大家都一样 要不然大家把LINE拿出来看看 是不是 郭正亮他们还早上就收到了 郭正亮都打脸 打脸你民进党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没有最扯只有更扯 那我要回收下这个 刚刚网友的意见 陈时中违反防疫请问 他已经是防疫的老大 这个太大了 所以他违反防疫 指挥中心里面有人敢跟他讲 老大老大 你违反规定了 罚一下罚一下 可以这样子吗 指挥中心有没有这种良心存在 有谁敢跟他讲吗 陈时中应该很后悔 他早知道就咬死 那不是我 对不对 那不是我 对你们看错 那假的 跟王定宇一样就好了 跟王定宇一样就好了 对不对 他就应该咬死嘛 所以我觉得他跟王必胜一样 跟必胜客一样 试图处理危机能力 都有待加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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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